一战时期,法国战力爆表,在西线跟德国硬刚了四年,硬是把德国给打趴下了,但二战时期,法国怎么就这么怂了呢? 从莱茵兰到奥地利,再到捷克斯洛伐克,法国都再三忍让,等到德军攻打波兰的时候,百万英法大军竟能在西线按兵不动 如果当时英法真的主动出击去抄德国的家,想必小胡子就要提前自杀了 法国的这些迷之表现容易使人困惑,但如果我们站在法国的角度来考虑,一切又顺理成章了 一战期间,法军伤亡460万人,这对于当时不足4000万人口的法国来说,是牺牲了整整一代人 而如此惨重的损失,就导致了二战时期,法国普遍的厌战情绪 而从1919年到1939年的短短20年里,法国人口增长又十分缓慢 只从3860万增长到4151万,多出了291万 而同时期的德国却从6290万增长到了6931万,多出了641万 如果说20年是整整一代人的话,那么从1919年到1939年出生的这一代人中 德国是法国的两倍,可动员的兵力就是法国的两倍 因此,法国一旦与德国爆发全面战争,拼消耗必然耗不过德国 如果主动进攻,打到德国境内就会耗得更快 既然耗不过,那就只能守了 所以整个战争期间,法国的策略就是防守 站在这个角度,法国之前的种种迷之操作也就顺理成章了 早在二战之前,法国就制定了一套防守方案 这个方案的核心是马其诺防线于1928年动工至1936年基本建成 1937年,时任法国副总理达拉蒂建议将防线延伸至英吉利海峡 二期工程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达拉蒂防线 但因为时间紧迫,经费不足,加之比利时反对,最后不了了之 关于马其诺防线的坚固程度,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后来德军选择绕开这条防线,就是对他最大的肯定 除了修建坚固的马其诺防线,剩下的就是挖战壕,堆人头 一战期间,英法联军就是通过这种模式挡住的德军 战前,英法联军分成了三个集团军群 其中第一集团军群,下辖法军第一、第二、第九集团军和英国远征军 共51个师,部署在法比边境和法国北部 第二集团军群,下辖法军第三、四、五集团军 共25个师,部署在马其诺防线的正面 第三集团军群,下辖第六、第八集团军 共18个师,部署在马其诺防线的后面 另外,法军还有九个师作为战略预备队,随时侧应 联军的司令叫甘木林,是个年近七旬的老古董 他以自己的认知,判断德军参谋部也是老古董 肯定会复刻一战时的施力分计划 也就是,德军集中主力借到比利时,主攻法国北部 为了避免法国再遭战火蹂躏,甘木林还针对性的提出了戴尔布雷达计划 即,一旦德军进攻比利时,英法联军也迅速进入比利时 要蹂躏就蹂躏比利时去吧 那甘木林的布局有问题吗? 如果放在一战,完全没问题 但放在二战,那就注定要失败了 因为德国发明了新的战术,闪电战 所谓闪电战,就是一套以坦克装甲兵为核心的战术体系 将坦克全部集中起来,组成专门的装甲兵团 在交战的时候,最为典型的战法就是装甲兵团 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发动前行攻势 进攻方充分利用装甲兵火力猛,机动性强的特点 在对方步兵阵地上迅速打开缺口 随后就一路猛攻 在装甲兵猛攻的同时 后面的步兵及时跟上占据装甲兵留下的阵地 最后,等到南北两个方向的装甲兵团会失的时候 进攻方就对防守方实现了合围 而防守方一旦被合围 那后勤补给就会被切断 用不了多久,被围一方的弹药就会耗尽 没了弹药,仗还怎么打呢? 总不能拿着烧火棍去进攻武光道牙齿的德军吧 那可就是单方面的屠杀了 所以在闪电战中一旦被合围 通常被围的一方用不了多久就只能投降 那闪电战好防吗? 其实不好防 如果你集中兵力防守 坦克兵可以绕过去 如果你分散兵力防守 那坦克兵就可以利用其机动性 寻找你防线上的薄弱处寻求突破 那闪电战怎么破解呢? 一般来说,要破解闪电战 你就要有足够的战略纵身 且不能将主力兵团全押在前线 后方要有充足的后背兵团 如果前线被突破 那么后方就有充足的兵力 给前方部队解围 即便解围失败 后背兵团也能重新构筑防线 抵挡对方的进攻 当然对付闪电战更为有效的办法 就是你也把你的坦克都集中起来 组成专门的装甲兵团 以坦克对坦克 而如果不将坦克集中起来 而是分散在各个部队之中 那么在坦克对战时 你的坦克部队就容易遭遇一队多的局面 在坦克对战中就会处于下方 而且装甲兵的机动性很强 你也只有用坦克才能追上对方的进攻步伐 讽刺的是 早在1934年 戴高乐就主张将坦克集中使用 建立一支具有强大机动能力 强大火力的机械化部队 但法国军队高层沉迷于欠豪战 认为坦克就该为步兵服务 接受不了新颖的军事观念 结果戴高乐的主张 反倒在德国受到追捧 间接为德国炼成了 足以降服欧陆的利剑 而甘莫林却将主力的第一集团军群前压 剩下的大部分兵力又集中在马其诺防线 如此布局 一旦前线被德军突破 第一集团军群就会被德军围歼 而他手上又没有多少后备兵力 接下来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主力军团被歼 然后就一窥千里了 说完了英法 我们再看看德军 德军分为ABC三个集团军群 A集团军群由伦德施泰特指挥 下辖第四第十二和第十六集团军 共45.5个师 其中包括七个装甲师 B集团军群由伯克指挥 下辖第六和第十八集团军 共29.5个师 其中包括三个装甲师 C集团军群由勒布指挥 下辖第一和第七集团军 共18个师 战役发起后B集团军群阳攻荷兰 比利时吸引盟军主力进入口袋 C集团军群位于马其诺防线的正面 牵制当面之敌 A集团军群趁机翻越阿登高地 直插法国腹地聚间盟军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作战计划的最终方案 是由德军三大统帅之一的曼什坦因制定的 很明显这个方案的关键在于两点 一是甘莫林会不会上当 把主力第一集团军群派往荷兰比利时前线 按照先前甘莫林制定的戴尔布雷达计划 他还真会这样做 把英法联军的主力送入德军的口袋阵 二是A集团军群能否迅速穿越森林密布的阿登地区 为此曼什坦因曾专门找到第19装甲军军长古德里安 咨询他的意见 坦克到底能不能快速穿越阿登山区 古德里安拍着胸脯保证没问题 有了古德里安的保证 曼什坦因信心十足 1940年5月9日夜 德军统帅部自导自演 派自家飞机轰炸弗赖宝 然后甩锅给荷兰和比利时空军 第二天服小 德国以此为借口 对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行政中心 工业目标以及交通枢纽发动空袭 轰炸的同时 德国B集团军群跨过边境 向何比两国发起进攻 这场战役 德国投入141个尸 2500辆坦克 5000多架飞机 7000多门火炮 盟军合计投入135个尸 3000多辆坦克 约1.4万门火炮 近3000架飞机 从兵力对比来看盟军实力其实超过德军 诸如坦克火炮都有明显优势 但德军备战充分 又是不宣而战 反观盟军思维还停留在一战水平 在荷兰比利时看来 两家合计32个尸 防线也不是纸糊的 就算打不过 也可以炸掉道路桥梁 撑到英法援兵赶到不成问题 然而德军不按套路出牌 直接派散兵空降的河比盟军的后方 比利时军队猝不及防 开战第二天就丢掉了固若金汤的 埃本·埃美尔要塞 紧接着德军装甲部队进场 由于空降兵已经提前占领了 至关重要的桥梁和碉堡 德军轻松杀至路特丹城下 5月14日 荷兰政府眼看败局已定 宣布投降 比利时多撑了两个星期 于5月28日投降 荷兰比利时不堪一击 致使集结在法国北部的英法联军 必须火速增援 可英法越是努力增援 他们送入德国人口袋的部队就越多 小胡子在得知英法主力越过法比边境后 兴奋的对周围的人说道 他们上当了 他们正好掉入我们的陷阱 等着瞧吧 好戏还在后面 B集团军群吸引了英法主力的同时 C集团军群也摆开架势 对马其诺防线进行洋攻 这使得法军无法从南线抽调兵力 协防阿登高地 趁此机会 德军A集团军群侵入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 在阿登山区实施强攻 5月10日 望着延绵百里的德军装甲部队 卢森堡一枪没放就直接投降了 5月12日下午 德军先头部队 也就是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 成功穿越阿登山脉 突进至马斯河北岸 并攻下色当要塞 5月13日 德军近400架轰炸机 分批次对法军阵地进行轰炸 防守马斯河南岸的法军本来就是二线部队 被一通狂轰滥炸后 法国人心态崩溃 当天下午4时 德军开始强渡马斯河 到了午夜 19装甲军下辖的三个装甲师 全部渡过马斯河 同一天 罗美尔的第七装甲师 也在西面40英里处渡过了马斯河 马斯河防线一失 德军通往巴黎和英吉利海峡的道路就敞开了 而英法联军主力和驻守马其诺防线的法军 此时都被德军拖住 巴黎也无法派兵增援中路 迫不得已 英法只得在5月14日下午派出庞大的空中打击机群 前往马斯河对古德里安进行拦截 但德国空军同样强大 双方共投入500多架飞机 在马斯河上空 杀的是昏天黑地 这场空战 德军以意代劳 击落英法飞机数百架 大获全胜 自此 德国空军牢牢掌握了法兰西上空的制空权 英法空军只敢在夜间活动 不用再担心空中打击 古德里安的攻击更加肆无忌惮 其威力与速度 均是战争史上闻所未闻的 法国人哪见过这种架势 顿时陷入惊慌失措之中 据隆梅尔回忆 法国军队乱作一团 到处都是丢弃的各式枪支 坦克和军用卡车 德军甚至都没有时间抓俘虏 只能冲着法国人大喊 放下武器滚一边去 我们现在没功夫俘虏你们 战事进展的异常顺利 别说法国人看不懂 就连德国人也看不懂了 为保险起见 A集团军群的坦克集群司令 克莱斯特命令古德里安原地待命 等待步兵跟进 古德里安认为机不可施 距离力争 克莱斯特争不过 无奈同意 准许再继续进攻24小时 并嘱咐不要冲得太猛 古德里安不吃这一套 要求部队加速前进 直到用完最后一滴油 克莱斯特事后得知 古德里安在一天之内 又推进了80多公里后 勃然大怒 他赶到第19装甲军军部 斥责古德里安不服从命令 古德里安不甘示弱 以辞职相威胁 克莱斯特当场批准 很快 两人的争吵传到了 A集团军群司令 伦德施泰特的耳中 伦德施泰特不同意 古德里安辞职 他表示第19装甲军可以继续以战术侦察的形式 继续前进 只是军部必须原地不动 古德里安对这个结果比较满意 便留下一个师装模作样 另两个师全力前进 得知后路不保 英法联军也顾不上比利时 向英吉利海峡方向撤退 5月16日 刚刚就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 从伦敦飞赴巴黎 质问甘莫林 你的战略预备队在哪里 甘莫林表示 没有什么预备队 丘吉尔听后 简直傻了眼 一战时 甘莫林制定过力挽狂澜的战斗计划 时过境迁 如今的甘莫林 已经昏庸懒散了 自从德军发动进攻 整整九天 他反应缓慢 遇到问题 只会推卸责任 强调缺乏兵力 缺乏装备 自己没有办法 5月19日 法国总理雷诺忍无可忍 下令撤换甘莫林 让一战英雄魏刚接替指挥 可魏刚对前线战况一无所知 再加上他已经73岁了 年纪比甘莫林还大几岁 思维同样停留在一战 结果 法军的临阵换帅 不仅没有起到效果 反而让形势变得更加混乱 5月20日 即开战的第十天 古德里安的第十九装甲军 扫过亚绵 禁抵英吉利海峡 关闭了英法联军的路上退路 5月23日 第十九装甲军 占领英吉利海峡沿岸的重要港口布罗涅 5月24日又占领加莱 此时 第十九装甲军 距离英法联军控制的 最后一个港口 敦克尔克 只有不到二十公里 而在第十九装甲军的右侧 莱因哈特指挥的第四十一装甲军 也已经抵制敦克尔克附近 敦克尔克附近 充其量也就几百平方公里 盟军有四十万 这么多人挤在如此狭小的区域 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德军一发炮弹下来就能送走一群人 但就在四十万盟军即将团灭之际 小胡子命令德军停止前进 小胡子为什么在关键时刻下达禁止令 一直是个谜 各种解释都有 有观点认为 小胡子希望通过放走英国远征军 向英国示好 促使英国政府投降 而全歼英国远征军 则有可能激起英国人的抵抗情绪 也有说法 认为小胡子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担心德军装甲部队会陷入沼泽地 而遭盟军重创 还有人认为 是一贯好大喜功的戈林 向小胡子保证 仅靠空军就能够消灭拥挤在 敦克尔克港内的英法联军 真正的原因到底如何 小胡子也没有机会写回忆录 后人也只能猜测了 5月26日 德军休整两天后 接到继续向敦克尔克推进的命令 但此时英国已经开始 执行发电机行动 从1940年5月26日到6月4日 英国政府调集大批海军舰艇 并动员人民 从敦克尔克救出了33.9万人 其中英军约21.5万人 法军9万人 剩下的是比利时人 敦克尔克大撤退期间 魏刚将法军残余的71个师 沿索姆河至埃纳河部防 建立其所谓的魏刚防线 针对法军的部署 德军统帅部制定第二阶段作战计划 代号为红色方案 根据这一方案要求 伯克的B集团军群为右翼 向索姆河正面实施突破 伦德施泰特的A集团军群为左翼 向埃纳河做正面突击 6月5日拂晓 龙梅尔指挥第七装甲师 抢先渡过索姆河 两天后防守阿布维尔至 亚绵一线的法国第十军团 被德第七装甲师拦腰斩断 6月8日 龙梅尔率第七装甲师 近抵塞纳河畔 随后龙梅尔又转身北向 一口气冲出50英里远 切断了正向海岸撤退的 法军第九军和英军第51师的退路 第二阶段战役 龙梅尔的第七装甲师 如秋风扫落叶 一个师就抓了十万俘虏 6月10日 穷途末路的法国政府撤退土耳 同一天 莫索里尼下山摘桃子 向法国宣战 但意大利人很搞笑 33万大军进攻父辈受敌的17万法军 结果法军以37人阵亡 84人负伤 145人被俘的代价 打死打伤一军3200多人 另有2000多异军在战斗中被冻伤 战损比高达1比20 6月13日 随着卫钢防线土崩瓦解 法国政府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 第二天 法国内阁爆发激烈争吵 有人主张投降 也有人提议去法蜀北非 争吵过后 法国政府迁往波尔多 随后两天 法军是节节败退 卫钢在大部分高级将领的支持下 向法国内阁施压 要求立即停战 法国内阁总理雷诺无计可施 黯然辞职 并提议由法国驻西班牙大使贝当 回国阻隔 可形势恶化到如此地步 贝当此时出山 他能做的也只能是投降了 作为贝当的学生 戴高乐不希望看到老师 晚节不饱 他建议贝当将法国政府迁往法蜀北非 在那里继续抵抗 但这位一战英雄 此时却成了不折不扣的法奸 苦劝无果 戴高乐只身爬上飞机 去了英国领导自由法国运动 6月16日晚 贝当请求停战 法德两国随之展开谈判 6月21日 为了羞辱法国人 小胡子命人将陈列在博物馆的扶絮车厢 拖到法国贡比涅森林中的一块小空地上 用于签署停战协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就是在这片贡比涅森林 就是在这节车厢上 德国司令官向法国元帅扶絮投降 6月25日 停战协定正式生效 至此法国投降 法国战役历时一个多月 德军阵亡2.7万 11.1万人负伤 1.8万人失踪 法军损失惨重 8.5万人阵亡 1.2万人失踪 12万人负伤 154万人被俘 英军人员损失不大 伤亡加失踪 合计6.8万 但英军的物资损失非常大 由于撤退匆忙 约6.4万辆汽车和2000多门火炮 被遗弃在了战场 另外英军还损失了931架飞机和243艘船只 去法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